字幕志愿者 阿拉宋 作词 李文勇 《语言词》 作词 李文雄 《语言词》 作曲 李文勇 《语言词》 制作人 李文勇 《语言词》 作曲 李文勇 《语言词》 制作人 《语言语言词》 《语言词 李文勇 蔓行词》 作曲 李文勇 语言词 李文勇 Arior 这编曲 李文勇 李文勇 把月光待在身边 是平凡的浪漫 曾经花了时间 本来是这样的简单 在每个难免的夜 总想起你温柔的夜 把手放在手前 愿再一次相见 不曾感觉到孤单 原来一直把爱带在身边 写在真心里的愿 还来不及实现 不曾感觉到遥远 原来心比空间更近一点 我看见满天星星 却来不及许愿 在世界中心呼唤 天堂 是否还可以重来 我不曾感觉到遥远 原来心比空间更近一点 我听见满天星星 却来不及许愿 我听见满天星星 眼出呼吸 那一幕 在此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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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爱她 那你为什么喜欢跟她在一起 我只是把她当成好朋友 并没有其他的情感 宋小姐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爱柳长河 来 来 前期的工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是剧本还要做些修改 你看看能不能按时开机啊 按原定计划开机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呢我们这样投拍 还是有不小的风险 为什么呢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演员里缺少明星 没有大明星加盟 投资越大 风险也越大 我们这个不是纯粹的商业片 一般的明星也很难演好它 用今天的阿世马 来演传说中的阿世马 应该说是很好的创意 再说呢 这个传说呢流传很广 用现代的艺术手段来再现它 应该说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不 我们得有完全的把握才能开拍 那不是把阿世马给换掉吧 不 不是把它换掉 而是要把它迅速地打造成一个明星 我们邱氏影业会跟他签约 对他进行全面的包装 让他迅速走红 在短时间内有把握吗 我对中国演艺圈比你宋大成熟悉得多 凭借我邱氏影业在圈内的影响 要想推出一个明星来 应该不会太难 那好 那你看着办吧 我只需要你们能按时开机就行了 那就这么定了 离开机时间还有不到几个月 我保证 几个月内 让阿世马在中国迅速走红 人各有命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明星的 就说你当年吧 我当年虽然没有成明星 可是我现在却能造出许多明星来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办吧 来 喝茶 进来 秋总 你找我有事啊 对 坐吧 还有几个月就要开机了 剧本都熟悉了吗 早就已经看熟了 这剧本里面的人物和环境 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一样 所以我真的很高兴 能演阿世马 这就好 不过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有一个计划 您说 只要是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是这样的 公司想包装你 包装我 就是用心包装 培养你成为明星 这样子做 对电影有好处吗 当然有帮助 光剧本好还不够 也得演员好 你很适合演阿世马这个角色 可是一部电影 还得有一个明星阵容 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名气 毕竟在娱乐圈 你是一个新人 很少有人知道你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合约 你看看吧 你有什么意见吗 谢谢邱总的厚爱 可我只是个乡村老师 我来上海 只是为了能拍好电影阿世马 我答应过我的学生们 演完电影就回去的 你的前途无量啊 现在又这么年轻 又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年轻的时候啊 想当个明星 可是没有人给我机会 我看你是个好苗子 所以才对你这么偏爱 谢谢邱总了 可是 我拍完电影 一定要回去的 这个好办 我们就先签一部电影的合约 电影拍完以后 去留有你 如果那个时候 你愿意留下来 还可以和公司继续签约 只是一部戏吗 对 好吧 等我把合约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签约 嗯 茶盒 我们去跳舞吧 这些曲子我还没做完呢 也不能整天坐在这里 苦思冥想吧 哎呀 如果阿师马在这儿就好了 阿师马 阿师马 你整天都是阿师马 我不要听你提到他啊 你可真是个簇纲啊 我就是个簇纲 小心淹死你 嗯 怎么啊 跳跳舞说不定 你还能找到些灵感呢 那好吧 那我找找文主和雅南 你做点热闹嘛 好 这份给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公司正式的签约演员了 嗯 今天晚上有个宴会 你跟我一起去吧 嗯 嗯 嗯 好吧 你今天的样子挺不错的 嗯 嗯 哎呦 哎呦 不好意思踩到你脚了 对不起 不跳了不跳了 不错啊 跳得很好 我老是踩到你的脚啊 嗯 没关系 只要你跳出更多女人味 让你才一晚上都甘心 我 我 我就真的那么没有女人味啊 没有啊 我觉得你今天晚上 特别的温柔 特别有女人味 你的舞跳得还真不错呀 我跳得还可以吧 我跳得还可以吧 坐吧 来 哎 哎 哎 你们先坐一会儿啊 好好 是吗 是吗 今晚怎么没来啊 哦 奶奶带她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 晚上就不来了 哦 哎 哎 这边 最近就是啊 我们的节目很多 嗯 是啊 看来 哎呀 你们都到了 是敬是敬 好 邱总 啊 这位是张叔 电视台的老总 你好 这位是李总 你好 唱片公司的老总 嗯 这位是王总 你好 在发行上很有一套啊 来来来 邱总坐坐坐 大家坐坐 来 谢谢 坐 阿世玛 现在是我旗下的签约演员 将来的当家花旦 我很看好她 哦 她就是你们正在筹拍的 阿世玛新传的女主角 正是她 今后张总 也要多多栽培啊 她的事我听说了 像她这样富有爱心的艺人 我们礼当后代 我们 正好有一个明日之星栏目 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们就在下一期隆重推出 哎呀 那就太谢谢张总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国际知名保健品 中国区销售经理托尼先生 他正在物色一个新产品的代言人 阿世玛小姐的故事很感人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遇见你啊 谢谢托尼先生的夸奖 其实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遗族姑娘 阿世玛小姐果然不同凡俗啊 我们公司正在为中国市场 寻找一个品牌代言人 我看阿世玛小姐非常合适啊 感谢大家对阿世玛的厚爱 邱总 这是我的名片 回头请你们公司派人跟我们联系 我们的产品广告 正期待着与他合作呢 谢谢托尼先生 我们一言为定 来来来 祝贺阿世玛小姐 祝贺阿世玛小姐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祝位请 请请 来来来 请请 多喝点 多喝点啊 干 干 干 把这儿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光没问题 我们把妆补一下吧 来 来 来 好了 可以开始了 好吧来 先试一个 先试一个 站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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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试试 来来 放来了啊 你放松一点 再放松一点 对对对 好 看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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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转一转 转一转 阿世玛什么时候去拍这个广告的 完了完了完了 她怎么当起广告形象代言人来了 我觉得挺好啊 阿世玛 为什么就不能当薄剑品的形象代言人呢 可她的形象和气质 不适合拍这种太时尚的广告 她既然能当个演员就应该可以去拍广告 其总不能啊老是把她看作一个相存老师吧 可她这种形象将来怎么再去阿世玛呢 我听说秋总在全力地包装她 可也得走对路啊 公司是有长远安排的 这个你就不用瞎操心了 或许我真的不用瞎操心了 我接到一个香港制片人的邀请 想请我去导一百多集的肥皂剧 什么 你不准备拍阿世玛了 我很喜欢拍这部片子 可是现在有你指导 我想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 原来你心里一直有想法 就是因为我是总导演 你是执行导演 我不知道 我想现在有你就够了 你不能去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争强好胜 为什么我们俩 就不能好好地合作一次呢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人 所以对我一直保持着距离 但是我真的很想和你合作一次 我真的想拍一部 我们俩自己都很喜欢的作品 你别说了 我心里也拿不准主意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阿娟呢 莉莉姐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阿世玛 阿世玛 这位是时装公司的陈总 我在香港就认识的好朋友 陈总你好 你好阿世玛 这位是著名的时装设计师 保罗先生 你好 是这样的 嗯 我们邀请了保罗先生 为我们公司设计了几套最新款的时装 我们想带着这些作品 去巴黎参加最新的时装展 同时我们也想邀请阿世玛小姐 担任参赛的模特 嗯 谢谢你们的好意 可是 我从来没有当过模特啊 哦 可是我们的设计师觉得您非常地合适 阿世玛小姐 我看过你拍的照片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 东方女性的魅力 这一点非常地吸引我 我在设计服装的时候 对你的印象非常地深刻 之所以这一次我们那么辛苦地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够做我们的参赛模特 可是我 我真的不会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公司呢 有资深的模特老师 嗯 会在短期内 让你具备一个专业模特 应有的素质 阿世玛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保罗先生的设计 飞升世界 只要你参赛 便能一炮走红 我 我能行吗 阿世玛小姐 相信我应该没错的 我试试看吧 那太好了 那你明天就到我们公司来训练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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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玛 你回来了 嗯 奶奶在等你呢 嗯 奶奶 回来了 嗯 来坐 练得怎么样啊 还行吧 还谦虚呢 我今天给你们老师打过电话 她说你啊进步很快 奶奶真为你高兴 离巴黎时装展越来越近了 得抓紧练呢 嗯 阿世玛 我今天在电视上 看到了明日之星对你的采访 很棒啊 谢谢你 等着吧 阿世玛参加完巴黎时装展以后啊 会比现在更红的 对了 阿世玛 今天柳长河来找过你耶 嗯 她找我干什么 她说 她的音乐剧素材不够 需要找你帮忙 嗯 我知道了 那奶奶 我有点累了 先回房了 嗯 去吧 早点休息吧 嗯 好的 晚安 奶奶 阿世玛她怎么了 阿世玛有心事 自从宿南乡闹过一次以后啊 她好像老躲着柳长河 其实 我觉得阿世玛和柳长河挺合得来的 别瞎胡扯 柳长河是一个韩国人 而且她跟宋南乡相恋多年 阿世玛还是离她远点好 韩国人怎么了 宋爷爷不就是韩国人吗 我看您哪 和她走的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这 这是两码子事 能相提并论吗 啊 啊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想店名吧 二位 请慢用 让我想想啊 很好喝 张香 很好喝 你好 尝尝 你好 又来有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差点可忘了 阿世玛 让我把这些民歌交给你 遗族民歌 这个是他送给我的 他把这些民歌都录在里面了 真不好意思 他一直那么忙 我还要去麻烦他 而且没有机会去谢谢他 那就不必了 也谢谢你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准备在上海开一家中药店 这两天就忙这事了 是啊 那张秀你呢 这个店有我的股份啊 为了赚钱嘛 所以啊 我和阿渣正忙着筹备开业呢 原来是家夫妻老婆店呢 夫妻店 谁要跟他开夫妻店啊 我 我听说宋家正在准备 你和宋南乡的婚礼 什么时候能喝你们的喜酒啊 这个嘛 宋总可能安排在 开机当天订婚 太好了 离开机没几天了 很快就能喝到你们的喜酒了 对吧 茶盒 等店开张了 你一定要来捧场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去的 我有事先走了 你们聊吧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 怎么了 你没看出来啊 柳长河对这件婚事有点勉强 好 喂 你好 邱星子 我是柳长河 请问阿世马她在吗 她不在 一大早就出去了 那她什么时候会在呢 这个说不上 她最近比较忙 现在呢准备去法国参加时装展 嗯 现在呢在时装公司进行模特培训 你找她有事儿吗 嗯 也没别的事 就是音乐上有一些问题要请教她 哦 那要不这样吧 等她回来以后我转告她 谢谢你 不用了 拜拜 拜拜 你怎么了 哦 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 我看你家没水 所以想烧点水 忘关了 没关系 文主 香港那个制片人 今天把合同都带来了 叫我早点决定 要不要去香港拍戏 那你怎么想的 我就是拿不定主意 才找你商量的 我不赞成你去 我们已经筹备了那么长的时间了 而且马上就要开机了 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 我想现在换个导演还来得及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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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不记得你过生日时候许的心愿 我们拍这部戏 不单单是为了一部作品 也是为了阿卓迪的孩子们 可是阿什玛现在变了 她整天忙着拍广告上电视 现在要当什么模特 没有时间去研读剧本 不瞒你说 我对她有些会心了 外面的世界对她诱惑太大了 她把自己的心愿都抛到后脑勺了 我们又何苦那么执着呢 不 你不要错怪阿世玛 这是公司对她的包装 好吧 我替你一次 我再等一个月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去香港拍戏 我想你不用这么早做决定 还有阿扎的 连锁医药店要开到上海来了 过几天就要开张了 有空我们去看一下 真的啊 看拉那小子真行啊 邱总啊 你看你这个甘孙女儿 真是冰雪聪明 短短一个月时间 她就要跟专业模特 没什么两样了 连我们都感到惊讶呢 那还是你调教得好啊 哪有啊 这次巴黎之行啊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阿世玛 这次的巴黎时装展示会 会有许多模特同台演出 你紧张吗 不紧张 因为比赛不是看模特的名气大小 而是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说得好 其实能和名模他们一块同台竞技 这本身已经成功一半了 看你现在那么有自信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好 好了不多聊了 我们先走了 一路平安 谢谢 奶奶再见 再见 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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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来 长河 你怎么了 好不容易写的东西 干嘛把它撕掉了 你是不是太闷了 要不然我陪你出去走走 没什么 只是写得不顺 有点想放弃创作音乐剧了 我知道它对你很重要 你也不愿意放弃它 我虽然不能向阿世马 在音乐剧上给你帮助 但是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你要是放弃了 我也会感到自责的 是我自己没有用 没有出众的才华 把这个故事 用音乐来表现出来 长河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不要太着急了 灵感是需要慢慢找的 我先帮你把稿子粘好 谢谢你支持我 阿世马又去巴黎了 去参加什么时装秀 变成了什么中国黑马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心情 跟我谈这些 我先回家了 大家辛苦了 阿世马 这次你在时装展览会上的表现 非常令人难忘啊 谢谢 我们计划中的开机时间就要到了 邱总 你看能按时开机吗 我们按时开机 导演 剧组还有什么问题吗 准备的都差不多了 万事俱备直欠东风了 就差阿世马回来 目前对阿世马的前期宣传工作 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就可以投入拍摄工作了 那好 大家下去准备一下 我们尽快选定开机的时间 在海洋饭店举行晚宴 并举行开机仪式 顺便我还宣布一件事情 我想在开机仪式之前 我要举办我的孙女宋南湘 和柳长河的订婚仪式 到时候欢迎大家光临啊 好啊 宋家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呀 那好 咱们散会吧 阿世马 你回去好好休息 老宋 你等一下 怎么了 四老头 没听说过你孙女的婚事 怎么突然就宣布订婚了 自从上次南湘要寻短见 我就一直老为他担心 还不如趁早地 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 我准备这部戏拍完之后 送他们回韩国举行正式的婚礼 我也好省省心了 孩子们哪 总是让人操心的 省心哪 别想 除非我们闭了眼睛 那就真的省心了 是啊 这次巴黎之行 你感觉怎么样 阿世马呢 现在有了一些知名度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也有了不少人气 所以我觉得 如果阿世马的心做出来 应该反应不错 你是个老行家 他一定能行的 我就是担心 阿世马太像我了 他和我当年在香港的遭遇 简直太像了 眼看就要走红 却被命运捉弄 当时我母亲 请求唱片公司的老板 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是老板丝毫不留情 坚决和我解除合约 但是 我不管阿世马怎么样 将来他会不会犯错 我都会让他 继续走明星之路 直到他大红大紫 不过 你这是在圆你自己的梦 但这个梦 可不一定是阿世马的 多少人想红起来 就是没有机会 我这样对阿世马 难道是我错了吗 我不会让他重蹈我的覆辙 不把他捧红 我邱莉莉是不会罢休的 我知道 你对他好 可是 往往事与愿违呀 那咱们走着瞧 那好啊 别忘了 还有戴衣服 这个呢 我理他 常和 我把宋家的亲戚朋友 都写好了 你看你有什么 亲戚朋友要请的 我在中国也没什么 亲戚朋友 简单一点就行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订婚 怎么可以简简单单的嘛 不过是订婚 又不是正式结婚 虽然是订婚 但是要办也要办得礼数周到 免得朋友知道以后 会说你失礼没有请人家 就是嘛 长和你再好好想想 你看还有什么朋友 我们把他们都请过来 不用了 还是下次吧 免香 你先看看还有什么 没有请到的 哦 长和 你过来 我们谈一下 还有什么亲戚朋友 要请的 长和你去吧 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朋友要请的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交代一下 你说吧 订婚那天 全剧组的人都会来参加 我想你那个 不用说了 我会跟阿世马说不用来的 以他的性格 他会理解的 不要想太多 大喜的日子 我只是不希望南乡不开心 另外 也不希望闹出什么事情来 我明白了 你的音乐剧 现在写得怎么样啊 不太顺 那别着急 先放一放 等订完婚 开着机 你和南乡 一起到云南去采采风 也算度个假 说吧 找我和亚南有什么事 我主要是 想找你们帮我拍一个广告 拍广告 拍什么广告 广告嘛 宣传产品啊 我们的产品 要放在这个广告里面 然后呢 我们要宣传 这个 这个 你看你 这么点小事都说不清楚 还是我来说吧 阿扎呀 想在上海 开个中药连锁店 所以呢 想请你们帮忙拍个广告 阿扎 既然你想拍 那有什么可以提供的 创意方案 还有经费的问题 也就是 你要花多少钱 拍这个广告 想好了没有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的想法就是 没有问题 什么都没有问题 就听二位导演的了 好 好 好 这才能够啊 好 来 你看看 我先放这儿了啊 好啊 好的 好的 我去那边看一下吧 好 检查一下 那个线可能要掉下 我都说我不穿 遗族的衣服了 以前我穿阿世玛的衣服 你们就说不好看 我去换了他 别别别 多好看啊 你穿上我们遗族的衣服 跟阿世玛一样漂亮 真的 真的 导演 你们说是不是 是 真的很漂亮 你们 真的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赵笑 你跟以前啊 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告诉你啊 你穿这件衣服 真的很漂亮 你现在是一个很可爱的 可爱的姑娘 行了行了 开工了 对对 开工 开工 各部门各就各外 好 开工 开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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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 阿辉你知道 摘自己的陈叔叔吗 知道 他和我一样也是盲人 听说陈叔叔在城里打工 可以挣很多的钱哪 要不是那年你发高烧 妈没钱给你治病的话 你这眼睛也不会瞎了 现在马上要开学了 也凑不到钱 你看妈妈怎么办呢 你看你爸爸的病 他病得那么重 也没钱治病了 我想 我想 要不 你也到城里去 我 我 我在这里陪妈妈 我不去上学了 可是 可是又想给爸爸治病 但是我不上学 我能怎么办呢 去上学 爸爸的病又怎么办呢 妈妈其实 心里也挺难过的 我走了 爸爸怎么办呢 好了 写好了 好了 写好了 真是太好了 阿世玛老师 接到我们写的信 肯定会很高兴的 对呀 但不知道现在 老师在做什么 他一定很想我们吧 都写好了 都写好了 等明天游地人叔叔来了 阿世玛老师 就能收到我们的信了 我太高兴了 我真希望阿世玛老师 收到我们的信以后 能快点回来 以后 我们就可以和他 一起上课 一起唱歌了 嗯 再过几天哪 就是柳长河 和宋南湘的订婚仪式了 你看 咱们送点什么礼物好呢 咱们送个 有中国特色的礼物吧 有道理啊 可送什么呢 让我想想 咱们送快玉石吧 嗯 暗喻夫妻二人 感情坚如磐石 天长地久 好 但愿 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 天长地久 坚如磐石 嗯 奶奶 我觉得今天晚上那个电视 挺好看的 是吧 挺有意思的 奶奶 阿世玛 阿世玛 你们还没睡啊 七朝港告拍得怎么样了 拍完了 你累了 快回房休息吧 离开机的时间也没有几天了 接下来就要好好地休养休养 嗯 好 阿世玛 你家乡寄来几封信 我放你房间了 嗯 谢谢你啊 那 你们早点休息吧 我先上去睡觉了 晚安 这些日子 阿世玛真是够累的了 难为她了 啊 亲爱的老师 我们都很想你 你是不是 再也不会回到阿桌底了 马上就要开学了 可是 我不想去上学了 因为妈妈说 陈叔叔在城里给人按摩 他想把我也送过去 老师 我是不是 应该听妈妈的话 早一点去打工赚钱 老师 老师不会离开你们的 我会回到你们身边 不过还要一段时间 等老师拍好了戏 然后我们在河上 修一座桥 你们就再也不用 踩着石头过河了 小河再涨水也不怕了 你们一定要等到老师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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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封雪满天 我带着麻木的向前 那画面深刻停留在那一天 你我各自在两边 距离是那样的遥远 如何才能够实现 只和你沧海桑田 没有纷扰的世界 如果能拥有那一天 我会珍惜你到永远 只为拥抱长期思念的平凡 如果你知道我煎熬 是否会奔向我的拥抱 我默默地祈祷 占有你心中要的视角 这一切只为你 我愿换为你脚下的你 这一切只为你 我把爱停留在这里 空气的余温 是我深情的体温 仿佛听见它在 回荡地说爱你 仿佛听见它在 回荡地说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